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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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Peter Puma和比利时博会议员萨斌 德 贝对那 SABIN DEBETHUNE举行会晤 介绍了中间道路政策 西藏人权于 生态 环境状况 他们都对西藏表 打强烈关注 并承诺将会 一如既往地给予声援 Edco 加央私人表示 司政洛桑森格于星期三 24日 在欧洲议会 就西藏人权状况进行作证 并就中间道路发表演讲 本月23日 司政洛桑森格 出席欧洲议会 支持西藏小组会议并发言表示 藏人虽流亡60年 但对解决西藏问题的信心 从未动摇过 24日 司政在欧洲议会人 全小组委 原会作证 简要引述藏人自焚事件 及扎西文色爱等 介绍西藏政治 宗教和语言被压制情况 强调西藏人权 正在急剧恶化 呼须联合国庆 驻世界人权宣言 70周年之际 落实 所规定的普遍人权内容 当天 司政还在欧洲议会 出席 由欧洲人民 长城元桥 波比ULL 索格尔 特索格尔和绿党欧盟议员 莫利BULL 卡托 莫拉斯 卡托 共同举办的中间道路方案会议 并发表演讲时指出 中间道路是透过对话卸决西藏问题的唯一可行方案 呼须欧洲议会 正如美国政府一样扩大支持中间道路政策 并推动中国政府与流亡藏方恢复对话 解决西藏问题 RTCO 据介绍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藏森格尾 星期四 二十五日彼达慈刑最后一战法国首都巴黎 并将会污该国政要和当地藏人 此外 藏人行政中央星期五 二十六日在达兰萨拉内格板公楼前举行生印度国旗仪式 庆祝第69个印度共和国日 藏人行政中央代理司政 宗教与文化部部 常嘎马格列在仪式现场 向媒体表示LDQUO 69年来 印度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 我们相信 未来印度也将更加发展和进步 终将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世界强国 我们将为此祈祷 并感谢印度政府和民众 在这么多年来对藏人给予的庇护和支持 LDQUO